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着做多力量的不足 虽然今天其实板块轮动也很快 权重这块的地产也拉过 对吧 然后盘中的各种的消息 就是包括下午这个又去拉了那个抗原检测 对吧 就是类似于像2020的这个宜昌科 然后下午尾盘暂停了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盘中有个消息的刺激 就是说国家要求这个大家还是要做抗原的检测 同时安排这个抗原检测 做抗原检测试剂的这个厂价 就是要就是保证抗原检测试剂的用量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一些300813的这种 什么 大零生物啊 这也都有拉伸 对吧 都有违盘 都有拉伸 那么包括些轻度的这个药对吧 今天整体的表现也还行 就是都有盘中这个就是受消息面的影响 对吧 就是包括千鸿治药呢 有抗原检测 也有这个就昨天的那个新的题材 这个熊躯胆 熊躯羊胆酸对吧 就是这个概念 熊躯羊胆酸这个概念 那么龙头呢 就是连续两个20厘米上停的这个宣泰医药啊 今天也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量啊 所以正常来讲明天就应该要断板了 嗯 整个看了一天 反正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凌乱啊 医药线这块呢 反正就是反反复复起起伏复 对吧 这个伊林嘛 对吧 那么伊林今天又是去冲击了下涨停吧 那么这个呢 都是就是包括莲花清瘟啊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轻度的就是止咳的药啊 感冒的药啊 像布罗芬啊 这种这种就是 呃 呃 生产的厂家啊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呃 药跟这个 嗯 抗原检测这块呢 后面应该还会有反复的 那下午呢 我们看盘中 就是又出了消息就关于上海 对吧 上海的一些封闭场所 就是比如说潮湿啊 餐饮啊 啊 这些 饮员啊 那不再要求 这个检测 这个 呃 健康 那个 这个这个就是 核酸码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 嗯 就有点像 终于 这个 又回到2019年这种状态了 但是 其实 真正的挑战 或者说真正的这个 呃 嗯 压力是来自于 未来的一定月吧 反正对吧 也就是说到春节前 或者说要到春节后 那才是真正的 就是过了春节 之前的这段时间 都是很考验 整个社会的一些 这个次序的 包括新冠感染人数 有可能会 巨增对吧 那么 包括挑战一下 我们的这个 自我防护 还有那些 这个医疗的 就是 收治能力 所以 我想 这 这个板块吧 就是从 医药医疗 这个板块 应该是没有走完 后面应该还会反复 那 反而涨 涨到现在呢 有一个比较 重要的特征 就是一方面 就是 每次医药股的 这种上涨 都是跟盘中的消息 刺激 有些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基本上是 先手资金吃肉 后手资金 有可能会被买 对吧 就是 就这种情况 那么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往往到了周三周四呢 医药股都会有相好 相应的一些表现 可能到了周五周一 就是一个兑现 所以这个呢 就是时间 时间的上面 包括节奏的上面 大家把握好 要把握好 然后说一下那个 整体市场 那么 现在对于开放的预期 我相信大家已经是 很明确了 对吧 那么 所以旅游板块 盘中今天也 就是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 上涨吧 就是那个旅游板块 大家看一下 旅游板块 桂林旅游啊 中心旅游啊 都这个掌停了 对吧 其他的都是一些跟的 所以旅游板块 后面应该还是 没什么问题 这个都是名牌 对吧 就是 怎么说吧 就是开放的预期 会导致什么呢 就导致过去两到三年 不管是物流啊 物流运输啊 还是这个航空机场啊 包括旅游啊 这些对吧 就是商业啊 就是过去两三年 被疫情冲击的最厉害的 或者说受伤最严重的 那么后面 其实他的这个 修复的预期 都是名牌 也就是最强 所以 也是一样 旅游这块也会反反复复 我觉得我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旅游的高潮 应该才明年的 呃 就是 五一长假 小长假 那个时间点啊 有可能会 嗯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会有一次爆发 所以从现在到 明年的五一 整个旅游板块 反正还是 有 比较好的机会的 但是他这种机会 可能不是说 一下子就 一步到顶了 对吧 更多的有可能会走一个 呃 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波段 或者一个 波段的趋势 所以旅游板块里面的个股 也比较多 像重信主要是做海外旅游的 对吧 然后桂林啊 其他地方反正就是 国内的一些旅游 那么旅游这块 包括旅游酒店 对吧 还有 免税这块 可能后面都会 有表现 只是说每一次可能 拉的那个点 不太一样 可能就每一个 每一次可能龙头会坏 啊 因为旅游板块 包括旅游酒店板块 没有个股比较少 所以既然个股比较少嘛 反正他就肯定是个 轮流的动作 对吧 所以酒店餐饮也是一样的啊 酒店餐饮也是一样 后面都会有 有表现 那么 因为本身股票也比较少 对吧 像相对比较活跃的呢 就是像 什么西安饮食啊 这种就相对比较活跃 对吧 然后呢 弹性的呢 就是军停 这种属于弹性 每次反正 呃 这个板块涨了 基本上军停都不会 呃 就是太落后 或者说他的弹性 会相对好一点 呃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嗯 成交量萎收的比较厉害 只有8700亿都不到了 对吧 那这个成交量 大家 毫无疑问 就看得出来了 成交量萎缩了 对吧 那么成交量萎缩 后面还有一步 还有一步什么 今天是免想守在了3197点 虽然跌破了3200点 但是呢 还是守在了520均线之上 就现在指数还在520均线之上 但是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 大家可以看 有点摇摇欲坠了 生成值啊 这些 对吧 创业板是这两天补涨了一下 那么 这个比较弱的就是科创板 科创板已经连续在520均线之下 有3天的时间了 对吧 3到4天的时间了 所以包括成交量也是一样 只有500多亿 科创板的成交量回到600亿之上 至少620之上 才会有机会 所以现在来讲 科创板肯定没什么机会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科创板 是不是会调整到 我画了这个区间的下沿 那么我们要拭目以待 就等它调 调下来或者严重缩量 那又可以去做潜伏了 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也不建议大家去动 要不就你看到放量 要不就是缩量才会下去 对吧 就只有一个是下面的买点 一个是这个重新走强的买点 在除此之外 没有买点 就是不管你是做ETF 还是做个股 个股当然总会有涨的 但因为大的机会没有 因为你成交量萎缩的话 就没有什么大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 大家也不用去争论 对吧 那指数 既然现在就是 今天是一个偏落实的震荡 而且成交量萎缩了 那么下面就是要等了补缺口了 第一个缺口就3170点 这个缺口 那么正常来讲 应该就是 下周要回不掉 对吧 也不排除明天就补 不排除明天就补 因为明天也有可能会出现 情绪跟这个 指数的共争 因为你成交量一萎缩 就很鲜明的 特征就出来了 因为成交量萎缩就代表着 做多力量的不足 那既然做多力量不足 那 一旦有什么反思 就很容易形成 指数的 谱垫 对吧 或者说单日的中阴线 这种情况是有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上低加速连续几天了 对吧 最近三天吧 对吧 个股都是跌多涨少 那么 昨天情绪略有修复 只能说昨天情绪略有修复 那昨天你们也看到我的公众号 对吧 我说昨天情绪只是一个退潮过程当中的修复 而并不是新的这个叫做情绪题材的开始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情况又下去了 那么今天早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了 就是安奈尔对吧 直接昨天涨停 今天直接一字跌停 那么这个付反馈就直接传导了所有的高标股 对吧 然后呢 其实也告诉大家 整个情绪的退潮 并不是说结束了 而是还在蔓延 昨天只是说 修复了一下 对吧 所以包括像这种 尼克托之类的 今天都是跌停 都跌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跌停板的加速也非常的多 整个跌停板的加速也非常的多 这个安奈尔 尹飞拓 然后呢 这是去总投 就中有资本 跌停了 对吧 去做首赢战法的人肯定受伤很厉害 像这种股票 就一般以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属于这种权重票 就大盘股 大盘股是不能去做首赢的 大盘股加速就没买点了 所以你要去做首赢就很有可能受伤 好吧 那么包括新亚达 对吧 这就是新创的补障股 还有呢 人民网 大家给你看一下 人民网也是 昨天上庭 对吧 尾盘上庭 今天就大幅抵开跌停 而且是缩量的 所以这种缩量的跌停 很麻烦 应该明天情绪上 应该还要退 还要退 然后是这个敦煌 敦煌是这波这个种业的 或者说农林牧鱼 种植类的这个龙头了 对吧 昨天也是的 前面涨停 昨天这个直接就是亏钱 对吧 今天也干到跌停 跳空跌停 老的天鹅 供销社的龙头 天鹅今天也是负反馈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反弹 对吧 深赛格 中共高科这种 中共高科属于这种中位数票 对吧 也都是跌得很厉害 然后呢 前两天长得比较好的 地层的月红远 今天也是五盘快 再加上什么 黄金里面的 就是做黄金的 也是的 对吧 就这个是一个黄金的趋势 其他中字头的 就是中量资本 也是的 三年版以后断版 那么我就不一一说了 就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就不一一说了 那么今天说明 第一个跌停的物牌比较多 第二个说明 市场本身退潮的周期还在延续 对吧 高标股的退潮周期还在延续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板块的情况上可以看一下 昨日连版的就剩下卢翼嘛 对吧 卢翼尾盘还是回版了 我这种 卢翼的回版 今天量也放的比较大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怎么说吧 这个涨停 就是明天要看了 今天它也是属于弱的嘛 就烂版 烂版要转强 如果没有转强的信号 就明天开盘没有转强的信号 那么 卢翼明天在 在这个 形成副反馈 或者说跌停的话 那对整个题材 依然还是有大伤力的 那么 昨天不是我说吗 就是 三个 三个那个叫什么 商业零售 我觉得 我估计应该有一个能晋级 那么最好的其实就是 仁仁乐 对吧 仁仁乐就晋级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在看东白 就很多人都是看东白 因为中白昨天一字版 但中白时间今天就上不去嘛 因为你一字版今天 放量破的话 就很容易行动抛压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小商品 昨天 所以它就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了 对吧 那么说明什么呢 就是现在最高版的就是五版 就这个五版的鲁鱼 然后就是三版的 这个仁仁乐 以及三版的三压码 三压码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物流 好物流 所以呢 整个来讲 反正不算很好 然后就是情绪这块 不算很好 对吧 ST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其他的这个就是 昨天联版的里面 英飞托跟中量资本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 负面的反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 联版票 昨日的联版票 对吧 昨日的联版票呢 这个20%有一个 然后 这个 卢翼 千宏 千宏 这个新华制药 对吧 这个 他们都 熊 就是都是代表 这个 熊去 就是 羊胆酸的这个概念 对吧 就是熊去羊胆酸的这个概念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来自于那个以焦点科技为首的 就是焦点科技为首的 对吧 跨境通 或者说是就是 跨境贸易 那么这是 昨天我们看到浙江省组团去外面抢单了 对吧 就是组团去做这个 去欧洲去抢这个贸易的单子 所以 这个两个是昨天就涨停的 焦点应该是这个龙头 焦点是龙头 今天还带起了一些手板的 对吧 像类似什么03010的这种 骆宇纯啊 这类的 对吧 这个反正也是做这种 电子商务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跨境通的两连板 两连板 那么从一进二的角度上来讲呢 还行 一进二的角度应该还算好 不算很差 那明天还是一个考验 明天依然是一个考验 所以 从 目前来看 高标的 方向来讲 明天可能就是看 卢翼集团 卢翼集团如果 崩的话 或者卢翼 崩掉的话 那基本上 就是情绪这块 可能还会落 还会落 我因为这两天一直提示 就是第一个高位的 就不要去追了 第二个就是 你得防一下 防一下什么呢 就是题材跟 这个指数 共同的这个 回调 那么这两天 因为相对来说 指数走的还是比较顽强的 就是基本都是在高位震荡 对吧 但我觉得高位震荡 因为就是看量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如果你的成交量 维持它还行 比如说 9000多亿的成交量 那还 它不会马上跌 它可能就是在高位震荡 因为高位的这种震荡 嗯 怎么说 我画一下 那个50吧 对吧 50昨天画过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景线位 50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景线位 50指数也是一样 有所量了 一旦跌破 所以今天实际上盘中 虽然房地产板块 有所回升的 有所反抽的 但问题是 成交量不支持 房地产板块 能够走得更好 所以房地产板块 今天盘中 是绝对不能去追的 你追的话 很容易吃药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景线的位置 它肯定不是盘 就是跌 而且它已经带了 三个调控缺口上来 我觉得要补 上证呢 反正到底是明天去补 这个缺口 还是下周一去补 我觉得无关紧要 反正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很有可能 明天也会出现 情绪跟指数的共争回调 这个是 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这些可能 有点像要走的步骤吧 很难避免 然后最多就是时间上 对吧 早一点晚一点 所以这个既然它是 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后面可能会 发生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盘面当中的 那么就最好的办法 就是做好帮手 控制好常位 那么从情绪指标上来讲 从市场情绪指标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 差一个冰点 现在没到冰点 就差一个冰点 所谓冰点就是 指数也跌 下跌的加速也 比较多 对吧 就是有四千多只 如果是这种情况 对吧 到了那个 那个点上 那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又是一个先手的 比较好的 进场的机会 对吧 上证呢 这个缺口是肯定要补 现在可能很多人 对这个缺口 还是大家的分歧比较大 我认为还是要补的 这个缺口应该还是要补的 怎么说吧 就是12月走到现在 对吧 12月的上旬吧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其实今天是12月8号 过去的三天 实际上大家看到了市场的赚钱效应是很差的 你不要看每天好像还有机会 但这种机会就是往往没有先手 就不是你先手买了 你都很难赚钱 比如说昨天的人民网 我举例子 人民网 人民网是符合做落转墙的 对吧 人民网是符合落转墙的 就他昨天并没有把这个跌掉 对吧 落转墙 那么落转墙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开盘 就这里上去的 对吧 你不是开盘上去的 今天跑不出来 今天跑不出来 很快开了盘 就是今天 看这里 今天早上对吧 就在这个地方 就开盘你就得扔 你不扔 就跌停了 你就跑不出来了 对吧 而且是个缩量跌停 所以就很难做 因为你退潮期的时候 往往就是你不要看着 好像昨天好像还挺好 对吧 有人还涨停了 没用 赚了你亏钱 所以在退潮期当中 第一个交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第二个就是尽量控制仓位 对吧 就不要去做无谓的博弈 那过了这个点 过了这个 这个就是 所谓的情绪的冰点 那后面可能又是一个 比较好的修复 甚至于会有新的题材出现 对吧 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吧 我这么说吧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对吧 还是人民币汇率的情况 人民币汇率 在回到了期以下 然后呢 大家好像对美联储这边的加息 也并不是很在意了 对吧 最近呢 也没有一些特别恶心的事件 事件 而国内呢 就是利好政策平线 对吧 不管是房地产三支建 还是对于这个 疫情的管控的一些新的这个措施 就是我们想新十条 对吧 的出台 都让我们感觉到就是 好像经济马上就要复苏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利好 对吧 那问题来了 在这么多的利好前面 为什么指数就是不涨呢 如果指数 要哪怕说假突破嘛 借利好 你再往上顶一下嘛 那为什么也不顶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既然 因为我们也尊重市场 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一波的反弹当中 其实它本身已经包含了 对于 这个 应该这么说 对于开放的预期了 就是这一段的上涨 已经包含了开放的预期 所以当真正开放的 这个 消息比较明朗了以后 市场反而并走 并没有走强 而受限了很多的兑现盘 对吧 所以呢 又临近到 12月的 中下旬了 很快进入到中下旬了 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还是要 小心 那么有两种情况了 当然 所以我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大的资金在年底 它还需要做调仓换股 就它为明年嘛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各种各样的 等一下我来讲 这政策层面的 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利好 那么在这些利好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调仓换股 所以在调仓换股的过程 它不可能拉的 它肯定先砸 那么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也就是在未来的 12月中下旬 就是中旬开始 或者说下周开始 市场开始往下砸了 对吧 就是要砸 那么砸了以后 它才能够更好地做到 调仓换股 为明年的行业做准备 所以在这个砸的过程当中 那么大家尽量就是不要受伤 或者说少受伤 不要什么满仓被套 那就又不划算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A股惯用的伎量 然后呢 我们还经常会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高盛上调明年A股的 这个这个 就是 就是看好的这种预期 对吧 然后什么什么外资要进入到A股 这种消息 但凡出来了 都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对吧 就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不是阴谋论 我一直跟大家讲 哎呀 他要看好 他要这个买股票 他何必 何必要 这个糟糕天下呢 他不要让你也知道 哎 我要来买了 你买在我前面 他有毛病啊 对吧 所以每次当你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小心 就像我们国内呢 也是一样 什么呢 哎呀 养老金要入市了 对吧 哎呀 显置要入市了 那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你就特别要小心 为什么 人家非要来接你的盘 非要让你知道我要进来了 对吧 没那么好的事情 股票市场都是博弈的 就零和博弈游戏 你赚的每分钱都是别人输的 对吧 大家都是对手盘 对手盘 其实就是要想办法 让你在高位阶 在低位阶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 这也是我一直讲的 任何一个板块 如果在低位处利好 你就不用怕 你就跟他干 如果在高位 已经涨了50%了 涨了100%了 在高位处利好 你就特别相信 有一点风吹草动 你先扔掉 不会错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老股民我相信都能够明白 好 那么接下来我简单说 说一下吧 反正就是现在的盘面也没什么太好的方向 对吧 就是超冷关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今天早上新能源赛道也动过了 什么电池之类的也动过 但后面你看 也都是轮动下去了 对吧 就是怎么说就是卷得很厉害 板块个股卷得很厉害 今天早上 TOPCOM电池局的例子吧 对吧 就是崇高回落 所以你一追你就玩 绝对不能追 对吧 赛武一度涨停的 一度涨停的呀 所以你就不能去追 如果你去追的话 就会很麻烦 对吧 那HTT电池也是一样的 对吧 早上还有那个储能 然后到收盘的时候 你已经看不到储能的排名了 出门已经没了 对吧 就在涨幅里面已经没了 所以就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 然后跨境电池是强了两天了 对吧 我估计明天也得分化 明天也得分化 然后熊躯羊胆酸这块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明天大概率也是分化 明天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上位 有所表现 不知道 对吧 也有可能 每年反正到到到这个时间点 农业股还会反反复复 对吧 农业股可能有点机会 然后 今天是什么呢 就是农业 然后呢 这个就是软件 对吧 芯片调整的比较多一点 工业母机这些 就是 今天实际上跌的比较多 是偏科技类跟偏农业类的 包括航业军工 对吧 那个食品饮料 白酒也是 这个有一定的分化 那我说一下 食品饮料跟酿酒 酿酒首选 这个 来看一下吧 酿酒啊 酿酒是什么呢 就是首选二三线酒 因为刚刚开始修复嘛 消费的修复嘛 那肯定是二三线的会 更好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食品饮料呢 包括调味品啊 对吧 这个就比较低的位置 就是什么油啊 对吧 调味品啊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预制菜啊 这些对吧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临时保健品 临时保健品 这些 那食品这块 大的逻辑没有任何的变化 逻辑上没有什么变化 后面肯定是慢慢慢慢的复苏 然后几个乳液股嘛 对吧 就像这个什么熊猫乳液啊 这个山源啊 对吧 然后1318的阳光乳液啊 对吧 这个还有一个是30092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看一下 今天也是调整的 烟糖乳液 对吧 就是烟糖乳液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想不起来了 那算了 反正 反正就是几个吧 就是鲁制品的那几个 对吧 就前两天涨的 鲁制品的那几个 调整了 你去低吸一口 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调整了 你去低吸一口呢 后面又能够涨了 对吧 或者说你做个套利 没什么问题 就做个套利 没什么问题 那么食品板块 优于 我个人认为 食品板块 是会优于 这个白酒 所以食品类的个股 有调整 包括零食类的 到小林时的那些 年金铺子等等 年金铺子这些 调整调整了 回调了 你去 特别是缩量回调的时候 去买 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 就是 临近 这个 年底 对吧 就是马上要到元旦 跟这个 春节了 所以这一类的 本身是一个消费网级 然后呢 又赶上 本身就是要出消费 对吧 那 这块是 相对来说 比较 清晰的名牌 就是这个板块是名牌 至于 板导体啊 那可能更大的机会在明年 软件这块呢 实际上就是 要看信创 的行业渗透数据 后面 对吧 第一支键反正已经射出来了 那么第二支键就是看 行业渗透数据 如果行业渗透数据 很好 或者说行业渗透数据 特别在四季度 的时候 出现明显的拐点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担心 这个信创的板块个股 明年的盈利情况 对吧 那么既然 这个 信创这块 就是 我在等一个行业的渗透数据 那就是第二支键 对吧 第三支键呢 就是政策上还会加码 就是对整个信创的加速投入 还会加码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那就基本就是 信创的主身了 现在还要等 现在还要等 好吧 这个是从软件上来讲 对吧 好 那军工这块呢 我觉得 看吧 反正中砂这块 据说反正中砂这块 签了蛮多的无人机 所以无人机板块 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在明年吧 我觉得无人机板块 我还是比较看好 整个航空吧 对吧 反正什么中无人机啊 这些一类的 反正跟无人机相关的 对吧 然后彩虹啊 对吧 彩虹骨盆 彩虹骨盆啊 这些 不是应该是那 航天彩虹 航天彩虹 就这种做无人机的这块 我觉得还会反反复复的啊 就是跌了以后可以去买啊 没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我这是航天军工这一块 对吧 然后说一下昨天的打 可能比较关心的 包括后面的这个中央经济共同会议 对吧 那昨天实际上 会议已经给了一些定调 那么明年吧 明年我们国内的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就是 呃 扩内需嘛 出销费 对吧 那么扩内需出销费呢 有两个层面 对吧 一个是 呃 呃 就是扩内需 扩内需里面 它内需还牵涉到投资 那么 呃 在明年大家预期说 嗯 欧美需求下降 可能我们的外贸数据会进一步下滑的同时 呃 我们的经济 对吧 呃 现在最后的那个就是 我们讲的明年的 经济指标还没有最后确定 那有消息是说 还是要保持五的增长 对吧 GDP要保持五的增长 那如果保持五的增长 我觉得 呃 不怕它不下目标 就是一定要能够让它 有目标 如果有目标 我们就有动力了 对吧 明年如果是五或是五以上 这个目标的话 那我觉得明年的股市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了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也不能说去武断 对吧 但反正就是后面跟踪吧 那么呃 先说扩内需吧 扩内需 两块嘛 对吧 一块就是促销费 促销费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旅游啊 对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餐饮啊 日常的这种这个食品消费啊 对吧 这些都是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两个目前还处在低位的 一个是一美 一美 一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美 整个一美板块 没有这个 一美反正有几个吧 就几个大块头 对吧 艾美科啊 这个华西啊 这些应该都会鼓掌 最近他们几期 其实已经不涨了 对吧 一美板块 然后就不多讲了 贝泰尼啊 这些都是的啊 一美什么 呃 这个这个 呃 什么 资啊 对吧 最近也涨的 澳元美股啊 很多啊 很多都是属于一美的 那么一美这块 是作为补掌的一块 还有一个呢 是培育钻石 培育钻石 培育钻石也是的 培育钻石呢 呃 重点看一下 中兵红剑吧 我觉得中兵红剑双重概念 它既有培育钻石的概念 又会有这个 呃 军工的题材 对吧 就培育钻石 然后呢 呃 比较正宗的 对吧 就是 力量钻石是比较正宗的 啊 力量钻石现在也在第一步 所以做补 现在这个位置 做补掌没什么问题 啊 没有什么风险的 所以这两块都可以谈 啊 这两块都可以谈 好吧 就是培育钻石跟这个 一美 他也属于消费的范畴 啊 也属于消费的范畴 那么刚刚讲的就是 呃 这个 扩 扩消费嘛 对吧 那是促消费嘛 那么 呃 然后 整个的 这个 嗯 投资这块 对吧 这个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嘛 就是除了一个促进消费以外 对吧 你这个想要让这个经济 能够有比较好的复苏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 跟地产基建有关系的 就是国内的这个 我们讲的就原来的三驾马车嘛 对吧 消费 投资 跟外贸嘛 那么这个投资 现在就是从地产跟这个 呃 基建上面做文章啊 那地产基建呢 其实房地产 房地产呢 嗯 也跟大家说一下 反正还有第四支建 第五支建 第四支建呢 实际上 今天包括财信啊 大跃城啊 这种 对吧 有这种嘛 这种都是 就是 不算很大的 企业 然后都是 嗯 中央集团的嘛 底下的 那么 呃 今天的这个房地产 包括万科啊 经地啊 都涨 其实就是 有一点点这种 叫要迎接路加嘴 跟隔离地产 重组预期的这个样子 反正短期 他们跌的也比较多 或者调的也比较充分 我先来揍一下 那房地产的第四支建 就是看 嗯 隔离地产 跟路加嘴 付牌以后的市场 给予的 这个 是不是给予 更好的正向反馈 对吧 比如说 都开出来一只板了 那那天的话 如果 路加嘴跟隔离 付牌都一只板 那对房地产板块 肯定是加分项 那么那天 你又就可以做房地产 没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房地产 我觉得后面 还会有 还会有一波的 还会有一波 那第五支建 就是 嗯 地方政府的这个回购 就是 嗯 住宅房的回购 回购的房子干嘛呢 就是用于租赁 对吧 就是城镇化的推进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是一块 呃 然后基建 基建今天是属于中字头 对吧 中字头的 嗯 建筑啊 对吧 中字头建筑 应该还会有 那么这也是什么呢 这个 扩内需的一部分 啊 因为内需这块 它还是需要 虽然这次 昨天的会议上 没有提到这个 呃 没有提到房地产 对吧 更多的讲的都是房地产的这个保交流啊 这些这些东西 但我个人觉得 嗯 从基建这块来讲 明年依然是 因为你要GDP要完成 如果要完成五的目标 那基建这块应该也是要 这个有所 这个动作的 或者说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 给一定的这个基础量的 对吧 所以基建这块呢 因为已经中字头已经做了一波 固执修复 然后后面呢 就是要等待 呃 在这个位置上 他可能要说修整一下 修整完了以后 然后如果明年在 这个 嗯 经济增长预期的情况下 比如说 国内的一些 呃 大的中字头的这种基建商 对吧 或者说基建的企业啊 能够整个的订单 依然维持的比较好 或者说有些 呃 政策层面的在给予的一些 就是 嗯 刺激 那么他们也能像地产一样 还有一波 因为从基建的这个板块走势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板块走势来讲 这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吧 反正我画上去 也可以 画到这里 这个地方 他是有支撑的 就下来的时候 只要 只要不破 对吧 这个地方有支撑 那么 正常来讲 这个地方 就是 这是上升的第一个结构嘛 就是上升的第一个结构 然后要回调 回调完了以后 应该还有 还有一次上筹 啊 就基建 那么 现在来讲呢 嗯 中字头的这些 呃 板块 个股 你说 股子修复吗 我个人认为 差不多了 对吧 估值的修复应该不会太离谱了 因为现在估值应该不算是很低很低了 对吧 估值修复这波上来 整个基建板块也涨了蛮多了啊 就就很多的中字头股票涨了30%以上 所以从估值层面上来就差不多了 那明年其实就是他们还能够上涨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是来自政策 对吧 或者说是一些实质的这种需求 市场的实质需求 所以这个是后面我们要去做一个数据上的跟踪的啊 那这个是昨天这个会议当中传递出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 也就是说消费是名牌 对吧 然后就是整个的投资基建投资这块需要看政策能不能后续更加给力 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对吧 另外还有一块呢是今天跌的比较多的东西就在这里 就是跌的比较多的 就是软件啊半导体啊军工啊这些对吧 包括高端制造 那么这块其实提的也也蛮厉害的 所以明年我觉得大家不必担心说明年市场的风格就齿转花 然后明年就是价值难筹打天下对吧 然后科技成长就没戏了 我不这么看 首先我认为就半导体领域明年的下半年半导体领域应该就是要出拐点的对吧 然后 着力说了 也着重说了吗 昨天对吧 就是关于这个科技 高新科技自主的问题 那么高新科技自主 它就包含了 这个一个是半导体卡脖子的问题 一个是软件自主的问题 软件自主就是包括新创的从党正向这个行业渗透的这种预期 对吧 这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高端制造 因为昨天之所以大家没有看到去把房地产就重新提 那么更多的大家市场的理解就是房地产还是一个纾困 就是帮助房房地产企业能够渡过寒冬让他们能活下来 因为他如果他们活不下来 他会对整个的金融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噬 对吧 就金融行业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 就类似像雷伴兄弟这种情况 对吧 当然我们我们的地产商本身很多都是国企 所以这块我觉得自控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剩下的就是看国家给他们输血嘛 就小小地产商让他们活下来 那如果他们能活下来 那对于经济的稳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然后经济想要发展就是有更好的转型 那肯定还是要在新经济上面去做文章的 对吧 所以包括数字经济这块 那当然就是跟软件有关系的 对吧 数字经济这一块 然后半导体卡波子这一块 我觉得明年这块应该大家还是能够看得到比较好的 预期的 虽然今天他们是调整的 对吧 这里面我觉得不排除 就不排除什么呢 排除说现在正在调的就是明年最好的 对吧 反正现在可能你看到 今天比较强的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权重啊之类的 那么本身在这个位置上 之前进入的一些资金 对吧 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他也需要兑现一些筹码 就保持一定的强度 兑现一定筹码 接下来如果指数要有回踩的话 我觉得权重还是要调 权重 因为这一波上涨带指数的主要是地产 这个金融 对吧 然后白酒 以及基建嘛 对吧 就基本上这四驾马车嘛 就四驾马车 涨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 接下来就是指数如果要补缺口 他们肯定也得回调 所以 包括银行保险 因为银行也涨的 对吧 包括银行保险 反正都是 都是这样的 那么 往上冲 你看现在他已经缩量了 因为这里是放量的 这里缩量 往上冲缩量都不是好事情 保险也是一样 往上冲缩量 你看就这等一样往上冲 都不是好事情 对吧 因为你这个缩量 你肯定难以 就有更好的上涨的 这个 发力点了 对吧 很明显就是 在这个地方是放量的 然后你指望这么小的量 再冲上去 我觉得不现实 对吧 所以 那 缩量本身也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 做多 金融板块的这种 后续力量 很明显的缺乏 对吧 就没有更多的人 愿意去接力了 所以 这个就是 金融股后面 如果缩量 涨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短线 你要想办法兑现的点 或者说 你没有的话 你短线就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我在这里说一下 不管银行还是保险 其实 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 如果它在底下放量 就在这种地方 对吧 哪怕是这种地方 它放量 然后缩量回调 你看到 它第一次的放量 这里不是有放量吗 这缩量回调 这里放量 缩量回调 对吧 那这里都说 你去买都没事 对吧 那最怕的是什么呢 在高位 它又放量了 放量了以后 再回调 然后再上涨 然后涨到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 它又缩量了 就后面不再是放量 而是缩量涨 那那个就比较危险 所以就是不同的位置 对成交量的要求是不同的 对吧 反正大家记得就行 如果说是 这个连续的加速以后 调整 然后反抽再说掉 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离场点 那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那个 新联赛道 对吧 新联赛道我也不太看 持续性 昨天 宁德 伊威利能 对吧 今天宁德 还算10而已 然后伊威利能 是明显弱 对吧 明显弱 那么这种呢 我不认为他们 能走出更好的连续性 就持续性肯定是差 明年呢 新联赛道上面 我觉得还是 储能跟电池 相对好一点 电池反正就是 说白了就是 不管是储能还是电池吧 对吧 其实就是新技术 就是技术的跌代 如果是新的技术 就是新技术这块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 只要市场本身不差 那么 他们应该 还是会有很好的这种 上涨预期的 至少我觉得从 业绩 对吧 包括 行业的渗透 就都是可以成正比的 那么 市场只要能够 有比较好的 上涨环境 那么 当然不会有资金 回去放弃这部分的 因为资金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 特别是 作为大一点的资金 他们是做 确定性比较高的 那确定性高 有两种 第一个 行业是不是照样行业 第二个 企业能不能 有比较好的 净利润增速 对吧 那么 渗透率其实就 决定了净利润增速 因为你的渗透率高 你的产品就卖得好 然后 你的销量就上去 销量上去以后 你的业绩就体现出来 对吧 这个都是陈正比 我相信大家都懂 就你所谓懂电 这个销售或者财物的 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对吧 然后 消费这块 我刚刚还漏讲了一个 对吧 就是影视传媒 影视传媒反正在 16号又有 这个阿凡达2 对吧 所以知道的上映 所以影视传媒之前 我跟大家讲过 一个是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 对吧 电影 这个一直走趋势 然后还有一个是 经营影视 也是走趋势 对吧 还有恒电影视 这种 对吧 都可以 都还行 都还行 影视这块也没做完 也没做完 反正也是一样的 跌了可以去 可以考虑低戏 对吧 没到对线的时间点 所以影视传媒这块 也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名牌了 对吧 因为你开放了以后 该拍电影 拍电影 然后影院里面 又能够维持 原先的这种热闹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影视板块 影视板块 也是在疫情期间 受伤非常严重的行业 对吧 这个行业反正 我觉得 就是开放吧 反正对他们都是 是绝对的利好 对吧 无非就是 谁先受资金的青睐 谁后受资金的青睐 你可以把它 把其他的一些 对吧 比如说旅游 他们可能是先锋 那么影视可能是后卫 该轮到长的都会长 所以这些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你要做 没问题 你想赚点钱 也没问题 你就猫着这个 这几个 对吧 就是调下来 你可以去考虑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 新湖南海吧 新湖南海这个股票呢 也是趋势股 大家可以看 对吧 新湖南海其实走的 还是蛮好的 而且它是个弹性票 是个弹性票 保不齐到时候 拉一根百分之十几的 阳线都有可能 所以 这些股票 现在不用看业绩 因为他们过去的烂 已经是疫情造成的 对吧 那么未来疫情 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 那可能不会比 这个过去两三年更烂了 对吧 所以既然已经烂到家了 那后面就是 可以值得期待 那这个也是算一个个股吧 对吧 都在底部 价格都在底部 所以 风险系数 我觉得小 对吧 然后呢 收益相对可以 还可以 就 尽量 反正因为现在 怕就是怕 市场在推草期当中 有的时候会 单日的共产杀跌嘛 你尽量说 你要买的话 一个是分批 一个是尽量等回调的时候去 尽量等回调的时候 那今天 要等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 短期反正就是 注意一下吧 明天下周初 尽量收小心点 因为看情况 因为你看 今天这个跌停板的加速 明显增加了 对吧 跌停板的加速明显增加了 那这个肯定是 高标风险的再次释放 那么你要让他 就是有一个 一下子宣泄的这种情况 就是给他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再 再有点像 让他有一个 情绪到冰点的过程 这个冰点后面就是转折 那转折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他就是因为 跌多了的 自动修复 第二个就是 有一个新的题材出来 来带 就是我们讲 进入到题材的新周期 目前现在是看不到 对吧 就现在是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话呢 就是等冰点 最后冰点出来后 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转折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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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